我要为大家来讲一下 我们想要断除烦恼的话 可以透过五种方式来渐渐断除烦恼 那么你对于这个诸行 就可以如实地了知 如实地闲聊了 闲了明显的闲 了知的了 如实闲了这些诸行 在我们为断烦恼的时候 诸法实相是难以明了的 因为我们总是带着色彩 带着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些诸行 看诸法 所以它是不如实 唯一有断除烦恼之后 我们心如白纸 心无挂碍 这个时候看出去的 才具有面面俱到的这种圆满圆容 所以很重要是这样子的 好 那有五种方式可以来断烦恼 我们现在开始来看 到底是哪五种呢 第一种 由身远离过 第一种叫做身远离 身体远离境界 身体不要再接触欲望的境界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达到很纯熟的地步 可以跟欲望相处的地步 往往我们跟欲望相处就被他打败 往往我们跟他相处就被他染上 被他这个杂乱 我们就受杂乱了 所以很重要的是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啊 想办法先远离欲望 而且是直接啊 身体的远离 可是 这个 若在我们家庭生活中 要怎么来做到身远离呢 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 譬如说 在家里的时候啊 你可能会跟家人吵架 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这时候啊 你只要 远离 吵架的情境 譬如说 你现在在客厅中 吵架 那么你就 于当下 离开客厅 你到书房 到卧室 到厨房 任何一处都可以 只要远离客厅 因为你在客厅 与另一个人吵架嘛 不合嘛 那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烦恼 避免这样子 吵架 继续下去 你就暂时啊 远离情境 你看 你看 这叫深远离啊 深远离的当下 你就安静了 不是吗 如果说 你还觉得 不够 也许啊 跟你吵架的人啊 继续追到 你的房间 追到厨房 追到书房 去跟你吵架 怎么办呢 你就先远离的更远一点 更远一点 譬如说啊 你就暂时啊 到公园里头散步 到学校里面看看花 到外面看看天空 或者是散步一下 总之 让自己的 深口意啊 远离 吵架的情境 那你到外面去啊 可能又比在家里面 更远离一些 更不容易再发生困扰 所以啊 这个叫做深远离 那尤其是我们初修行的人啊 很难做到心进国土敬啊 没错 维摩洁经告诉我们 心进国土敬 心清净 国土就清净 这里头在讲的是 净土 何必到他方 他方去才求着净土 净土 在你当下心清净的时候 马上显现 他马上就彰显出来了 根本不用 跑到很远的地方 才求到净土 是在讲这个 可是大家扪心之问 有几个人做得到 心进国土敬 你说你能做到 再扪心之问 你于六十中 于每一天 于每一年 每个月 难道都能够 每一次都成功做到吗 难道不会偶尔遇到 做不到的时候吗 肯定有时候会遇到做不到 没那么强啊 不要 我们自己不要高估自己 以为自己是佛 登地菩萨 面对任何 任何那个贪欲的情境 贪生之情境 我们都可以啊 植入无碍 我们没有那么强 不要高估自己 所以呢 要怎么样 退而求其次啊 远离那种欲望的情境 这个叫什么呢 叫深远离 那深远离做得好的话 你在这个 出入所处 于道之门啊 道之门就是入道的门啊 你就 就入得对了 有点入不对啊 一开始就好高物源 一开始啊 就用玄学的方式啊 令自己玄之右玄啊 用这种空性智慧的方式 用烦恼及不利的方式 用原教的方式 用天台原教 用华言原教 用为师忠 万法为心照 用忠观忠论 直接切入 想要让自己啊 想要让自己 面对任何情境 都不用断烦恼 烦恼即不提 有的人是想要用这种方式 用这种大圣原教修法 来面对烦恼 可以 这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修法 原顿修法 这是非常值得赞叹的 但是就像我刚才 跟大家讲过的 有谁可以打包票 每次用原顿的修法 都通过外 都过关斩六将 有几个人可以打包票 每次都过关啊 我相信如果你够谦虚的话 我们够降低的话 没有人敢自己膨胀的说 我每次都过关 我每次都无碍 每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啊 所以很重要的是要做到 深远离 这个深远离啊 真的是 很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我这边特别呼吁大家 做到深远离 你说我不是出家人 出家人你可以住到寺庙里头 可以啊 不是生产不用做事 每天在那边读经就好了 修行就好了 我是要养家活活的居士生啊 我怎么远离呢 各位 刚刚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无论是出家生在家生 远离一部分出家在家 它是位置上的问题 相对位置的问题 什么相对位置 你只要远离 使你烦恼的情境 走出去 离开一些 这就是远离的嘛 就深远离的嘛 这跟出家在家有什么关系呢 无关啊 任何人都可以做这一点啊 所以我这边 告诉大家 深远离啊 很重要哦 很重要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 用心境国土境 用凡朗基菩提 用原顿观法 来自以为是的 觉得说 我可以不必深远离 不要这样子高傲了 不要 我们要谦虚一点 不要这么我慢 这是第一点 深远离 第二点 是心远离 第一点深远离啊 可以让你慢慢断出烦恼 第二点 心远离 也可以让你渐渐断烦恼 为什么 大家都听过吧 小和尚念经 下一句是什么呢 有口无心 对吧 如果你只是表面啊 有的人就是说 有的出家重 身体出家 心没出家 不是真正出家重 有的居士很 看不起这样子的情况 他觉得说 只是外表穿一件衣服 可是心没有真正出家 这样算什么出家重 贪嗔吃一堆 有算什么出家重 有的居士会 瞧不起出家重 所以这边呢 告诉大家 当你能够做到深远离 心却没有远离的话 一样啊 于事无补 各位你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就知道了 有一个在家句是 为勤所苦 这个金庸小说 还有穷小小说里头 不是都有这样子一句话吗 问世间勤势何物 只叫人生死两相续 你看这个勤 你看这个勤 牵扯我们多深多远 多么严重 还有一个在家句是呢 他就为勤所苦 这一辈子这样谈恋爱 谈得很久 一直不断的想要找到一个 真命天子 找不到 后来总算有找到一个 跟他心头一合的一个人 就是说各方面都合得来 可是后来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因素 不可抗议的因素 发生 使他们必须分手 那这种分手就使他 非常的痛苦 陷入极端的痛苦 不可自拔 他当然就非常的难过 而且呢 就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躲起来 各位这样有没有做到深远离 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躲起来 不看见他了 不看见对方了 躲起来了吧 深远离了吧 有 深远离 问题在于深远离啊 你没有做到深远离的话 是没有用的 躲起来的时候变成怎么样呢 我 每天都做梦 做到他 梦到他 每天都梦到他 然后梦到他之后 醒过来 才在那边觉得 很难过 我怎么又梦到他了呢 恶心恶心很恶心 我怎么又梦到他呢 超恶心的 你看 自己也觉得恶心 可是照样每天梦到他 挥之不去 过了好几个月 还是如此 挥之不去啊 所以各位 深远离是不够的 真正解决办法 真正有解决问题 是在心远离 所以我们今天断烦恼 也是同样情况 你光是断除 表面的烦恼是不够的 你光是啊 让这个身体啊 到外面去是不够的 真正要断除是内在烦恼 真正要做到的是心远离 心不在灼近 身体离近 你心可能还灼近 所以真正要做到什么 身体离近 心不灼近 身心合一 身心一致 身心灵一致 出家 出家也是这样啊 有的人 身出家 心不出家 这是不够的 要真正做到什么呢 身出家 心也出家 道心坚猛 那这个才是 身心拒出家 这就为 人天所敬仰 看为 人天是犯 所以这边啊 就是 让大家了解到说 我们 要注意到的就是 有关 上面讲到这个身远离 心远离 这样子做 我们这样子修修修之后 才有办法 真正断除烦恼 再来第三点 怎么样断除烦恼呢 由身谋他品 三谋地 用这种方式断除烦恼 身谋他的这个梵文 叫 三谋地 梵文叫做 三谋地 身谋他的意思是 止 停止的止 三谋地 意思是禅定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透过止的修学 进入禅定 这个是第三点 所以 各位如果说 透过止的修学 而入定的话 一样是可以断烦恼 一样是可以断烦恼 而第四点呢 第四点断烦恼方式是什么呢 有皮婆舍纳品 三谋地过 这是什么 这是官 皮婆舍纳的梵文叫 皮婆舍纳的梵文叫 Vipassana Vipassana 所以 Vipassana是官 透过官的修学 进入禅定 因而断除烦恼 施谷的梵文叫 大部分是 怎么样呢 是压服烦恼 没有真正断除烦恼 而官才有办法真正断除烦恼 所以以上大家就比较了解 子跟官是两个面相 子是压服烦恼 官是断除烦恼 第五项也非常重要 断烦恼的要素里头 第五项也很重要 由常委所做过 常是常常的常 委是委员的委 常委所做什么意思 那个委啊 那个委的意思是随顺 那常委所做就是 常常随顺啊 我上面讲的四个要点 常常随顺上面所说的四个要点 四个要点下去修 修久了 修久了 当然你就渐渐断烦恼了 所以透过上面这五点 大家就知道说 第一要深远离 第二要心远离 第三用指的方式入定 第四用官的方式入定 第五常常用上面四种方式来修学 那么 断烦恼 断尽一切烦恼 客气取证 一定是有一天会证得的 所以在这边 祈勉大家 另外呢 正德如是急究竟者 有五种相应之究竟 我们刚刚告诉大家 有五种相 知道 你断烦恼 另外呢 有五种相 你知道 你有没有达到究竟 我们今天不是凡事都要修到究竟吗 你如果修圣文圣 你的究竟果位就是阿罗汉 你如果修圣文圆 圆绝圣 你的究竟果位就是批施佛 你修菩萨圣 究竟果位是什么 佛 所以我们很重要都是想要了解 究竟果位是在哪里 怎么样知道自己 有没有达到究竟的果位 对吧 好 那这边呢 他说可以透过五种相 知道自己有没有达到究竟 第一 以正德苦 及苦因无于经过 这是说什么呢 一个修行彻底的人 不会再有苦 你说佛陀不是还有头痛 背痛 脚痛 还有流血的 怎么会没有苦呢 生苦 心不苦 圣人 身心分离 身体尽管还有老病死的现象 虽然开刀会有神经的痛苦 但是心不痛苦 有一个南川法师非常厉害 他达到身心分离的效果 有一次他这个肚子 开刀 被这个医生开堂颇负 他没有注射任何麻醉剂 而且还在医生开刀时候 一边与医生聊天 这个医生在开刀 他还可以跟他聊天 你看 这是何等的功夫啊 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彻底做到 身心分离 佛陀 阿罗汉 诸大菩萨 也可以做到这样子 否则哪有说 割肉 胃虎 胃婴的故事呢 那是极大苦啊 如果没有身心分离 怎么 如果没有身心分离 怎么做得到 走不到了 所以啊 这边提到 怎么知道自己达到究竟呢 首先看自己有没有苦 如果你啊 还经常感受到苦 这边痛苦 那边痛苦 差远了 那个还差远了 没有 还没有达到究竟了 你在外面跟人家讲的 福利堂皇说 自己啊 修得多好 骗得了 别人骗不了自己 你自己有没有痛苦 自己的这个心啊 最清楚 你说 你跟别人说 你修得多好 那是自欺欺人啊 骗不了自己的 所以各位 用苦这件事情来知道说 自己有没有断尽一切痛苦 有没有身苦而心不苦呢 有没有做到身心分离呢 自己最清楚 好 第二种啊 可以知道 自己达到究竟圆满的呢 就是什么呢 看作他意 一切之意 及圆满故 意思是说 能够利益他人的 对他人是有意义的 但前提是什么呢 所有自己该做的 通通已经圆满了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是什么呢 在外面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做很多好事 不失 做很多 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事情 可是呢 家里一团糟 家里没有顾好 外面打理得很整洁 扫得很干净 自己啊 家里一团糟 请问这样有没有致意圆满 致意不圆满 致意不圆满 如何看作他意呢 所以这边啊 要问自己 有没有达到究竟的 一个检证标准 是什么 你致意圆满了 而且看作他意 自己已经圆满了 因此可以利益他 这是第二种啊 检证方式 还有其他三种检证方式啊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所以 等下一集啊 再为大家来讲 阿弥陀佛 好